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新 每到端午节呢 吃粽子 赛龙粥都是传统习俗 那很多人都吃过粽子 不过你们知道粽子是怎么包出来的吗 那今天呢 小新就来到了北京前门大街的一家老字号 向这里的师傅来请教一下 粽子到底是怎么包的 有什么样的窍门 那下面呢 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那现在呢 在我桌前摆的这些材料 就是咱们包粽子一些原料了 那这边呢 就是咱们这个包粽子的记忆传承人杨师傅 杨老师 您好 您好 嘉辉 粽子有一个最传统的名称叫角鼠 因为在最早春秋的时候啊 我们那个粽子是包成牛角形的 那鼠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传统的五谷之一 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黄米 我们今天包的是枣馅的粽子是吧 对 就是北方最常吃的精味的小枣粽子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包的时候用的作业 第一步呢 就是把它用开水煮一下 或者是用热水烫一下 把它烫软 你看它现在就比较有韧性 我们一起拿一片粽子 粽子 粽子 好 对 两片 两片 你看这个门了吗 这都是凸起的 这有凸起的地方 然后这边是平的 平的这边放在外面 对 这边就是 把它红过来 手放在上去 对 手放在上去 然后看 我们要打一个抖 把一个抖 第一步就是你要拿粽子 要打一个抖 感觉明白了 但是手好像不大明白 对 对 对 这样弯一下 然后在这儿 放一下 对 这样 看 回来了吧 对 对 再往里边 再往里边 把这个小尾边绕进去 好 谢谢啊 这个都打好了 今天也就不能再离开手了 然后我们现在往里面放米 第一层就是先放一点糯米 这点米差不多吧 可以的 可以的 再穿哪个小枣 穿哪个小枣 就是这样放在中间 对 再盖一颗米 再把它包起来 有点像夹心饼干一样 当中这个枣就是咱们的夹心 把它盖过来 小等一下 把它盖过来 盖着盖有点不大对 对 盖过来 然后你看这边收上去 这个收上去 然后这边收上去 这边收上去 对 两边都收上去了吧 拿稳啊 手不要开 好 对 然后看这个 放过一折 虽然包上了 但是跟顺后的这个 好像形还是不大一样 我这个就有点手忙脚乱 拉筋 对 好 对 然后再这样 再稍微自己一点 再自己一点 对 还是非常漂亮的 对 这是我做的第一个粽子 比我想的还是要成功很多 其实我包的时候 感觉有几个 就是难点吧 对于新手小白来讲 第一个就是您说的那个打抖 其实就是个磨合的过程 对 对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这个打结 最后包的这一下 就还是靠师傅给我抢救回来 那这个呢 就是刚才在师傅的帮助下 制作的这个小嫂粽 大家看一下 这个外形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我们叫师傅来给我们煮一下 那这个就是已经煮好的粽子了 那这个呢就是已经煮好的粽子了 但是呢又非常的软糯香甜 枣子也是特别的甜 但它不会腻 那整个跟粽子这个糯米的融合 口感还是非常好的 那今天呢也是我第一次自己动手来包粽子 在师傅的帮助下 那第一次这个初体验还是挺成功的 大家呢也可以买一些材料 自己体验一下这个做粽子的快乐 祝大家端午安康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